这里是南岳庙的七十二峰与他的江南四绝 我们回回头来接着看一下这里 这个题词是圣公圣母殿 是祝荣圣地和他的夫人锦尼宏护的题词 他的题词是已故的中国国家协会会长赵朴初 那我们现在的大师是伊成大师 现任的中国国家协会会长赵朴初的题词 圣公圣母殿这里是求对父母孝顺和家欢家庭幸福美满 对父母孝顺年轻人求姻缘求爱情的地方 我们一起来到这里起愿以后接着往前走 这是祝荣和他的夫人锦尼皇后的座驾 比如说您是一个起业 也就是好几年了 生意上都不见得有起色 听朋友一点播说 您不我去南岳走一走呗 去接见大师呗 或许会给您带来好运的事 去给您点播点播 然后呢他觉得呢 今年呢 来到寺庙以后 心也尽了 给自己的目标 达了自己的理想 然后呢 您看一下这个呢 有很多东西是姓氏朋友们在这里捐的 嗯 他拿出的 比如说起愿的时候 我今年获利呢 拿出我公司一年的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我来给寺庙捐功德 他以前的每年烧头箱三十晚上 那个是通箱八把 是呢 不关门的 您可能也来过啊 是他们说没有订阅头箱 佛度有缘人 您呢 跟佛有缘 您觉得您今年赚了多少钱 您来还愿 来感谢菩萨 您想捐多少 那是您的心意 啊 一元两元也是心意 多捐功德 多得福 也是为自己呢 福泽后代的意思 这是朋友捐的 以前这些柱子啊 每一个柱子上面都有特点柱子 都是他们来还愿的形式 来捐功德的 以前呢 这些都是木柱 现在呢 换成了石柱 您来的这里呢 是寺庙的最后一镜 叫做北后门 这里再一次体现了佛教与道教相并存 左手边代表的是佛教有文书殿 他是教育部长 孩子们学业有成 考取理想的学校 啊 上班呢 考职称考公务员 本考必过 侠神总管是 我们说组织部长 身官身职身路 好运相伴 好 然后这边呢 助身殿里面有三尊老爷 那我们都知道 那观音在佛教里面呢 叫观音 那在道教里面呢 它是有另一个名字 它叫慈行真人 保佑呢 开车呢 出入平安 互不众生的 中间呢 助身娘娘 南斗助身 北斗助死 也是健康长寿的 中间呢 左边呢 是宋子娘娘 宋子娘娘呢 求子得子 母子平安 有孩子的呢 保佑孩子们健康成长 然后这右手边呢 是财神殿 财源黄金 日进走金 君子好财呢 取之有道 那我们这里呢 是财神殿 靖先伟 霞神殿 文书殿 都一一的去拜道 那里八月初一是最高 是尊的 是最高峰的 八月初一 我们那里人半夜就来了 圣地爷爷的生日 八月初一 庆祥 十五 我们上班呢 晚上都没得休息 是的 感谢你今天的到来 很荣幸能为您服务 您满意就好 好满意啊 好满意 就您我这个土 可以在这里身上 这么多年 我的第一次 听说我今天 我觉得黄琳呢 我说一定 我那时候 我说你们 他们明有导有讲吧 我说每次我都是稀里糊里 跑进去烧的香就出来 是上回 兵中超带我进来 也是一直走 往前走 兵中超也说不出什么名堂 一直走 兵中超那么近 我以为他离我很远 哈哈哈哈 说不定还是我向您学习呢 没有没有 第一讲不中 抓一点